bessie 分享 今天要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dying 首先要先謝謝大家 然後支持今首的本書 所以這次也整理了很多的問題 想要在這邊用直接 有沒有像面對面的方式來回答大家呢 好啦 那我們就廢話不說直接進入重點 我們同學呢 就有一個問題就是呢 第一個 書中的問題是不是每一個每天都要做 然後燃止舞是每天都要跳至少一回呢 好 注意仔細聽囉 今天我們這次的書裡面呢 有關很多組動作 從A到E組 然後呢 請你針對你需要雕塑的部位開始 記住 為什麼我要規定大家 每天都不要超過半小時呢 因為要變漂亮 注意囉 會打字幕 重點就是要持續 要持續 要持續 有練才有保佑 所以呢 可以每一天跳一次的燃止舞 如果你有想要燃燒脂肪的需求的同學 那麼一天一次 最多不要超過兩組 就是快的加慢的 這樣子是一次 然後呢 不要多 都超過兩組 這樣子大概控制在十分鐘以內 然後呢 你的動作呢 你想要針對你想要雕塑的部位 做練習就可以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貪心 A到E組 每一天可以輪替 你一天一次做完的時間點 絕對超過半個小時 這樣子萬一如果你的動作不正確 然後你的強度過強 反而導致受傷的話就危險了 所以請不要擔心喔 挑選 你覺得最有興趣 最希望雕塑到的部位 每一天輪替的練習 好嗎 第二個問題 就是在做書中的每一個動作的時候 到底什麼時候吸氣 什麼時候吐氣呢 好了 請記得 當你在說話或者是我們用力的時候呢 就是把氣止掉 你在做預備的時候呢 你就要深呼吸 然後要再次跟大家強調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 速度一定要慢 呼吸的頻率呢 要規律 因為這樣子你的肌肉它才會平均受力 所以小心喔 不要毛起來做 就算小小的角度 它都可以幫你雕塑到 你想要雕塑的部位 畢竟我們大家想要的是漂亮 而不是過度 而且太發達的肌肉塊 所以請你留下漂亮的肌肉 然後不要擔心一點點的小小度 它的確也有雕塑的作用 不要擔心喔 好 然後呢 有很多媽媽還有男生有這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來了 就是 當我們的手在背後的動作 如果我抓不到手肘怎麼辦 請大家去看你的肌肉喔 你可以抓住你的手腕 或者是拿一條毛巾當輔助的工具 千萬不要勉強自己做過不到的動作或角度 那為什麼我要請大家把你的手放在你的手肘呢 因為要避免你手肩 縮脖子 這樣子的話 你反而會把力氣的重點放在你的下背部跟你的肩膀 那就會很容易受傷 或者是會導致不安全的運動 會沒有效果 所以一定要小心 可以抓你抓得到的地方 就算是手勾的手 都OK 因為它的目的是為了要讓你的雙手固定住 當你的雙手一在後背固定住 就把你的收口停起來了 一停起來呢 你的身體才會回到中心線喔 第四個問題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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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 我發現有很多啊 就是現在呢 已經是有小寶寶的同學們 或者是你剛生產完 或者是你現在在懷孕的前期的漂亮的同學們 想要做這本書裡面的運動 這個問題我要請大家幫我一個忙 因為每個人的身體狀況都不一樣 所以呢 要請你先徵詢你的醫生的意見 因為畢竟我們是要一起相約漂亮一輩子的 那這一時半刻 請你不要心急 因為還要視你的身體狀況而定 那如果說呢 醫生同意你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動作的話 我也要請媽媽都要 我們的未來的請媽媽們 或者是呢 你現在已經是媽媽了 然後剛生長了還在復原期 那麼就請你小心不要做太劇烈的動作 然後我會建議你們呢 請你把我拿一把椅子 就像我們書裡面有介紹的 請你一定盡可能呢 有輔助工具像椅子 或是坐在比較硬的地板上進行這些動作 然後你的角度一定要更小 速度一定要更慢 然後每一組呢 組數就不要多 譬如說 我們的每一組是10到15次 然後左右邊各一次 這樣子總共就是加起來 大概是20到30組 請你再把它解半 因為慢慢的變漂亮呢 才是一輩子的漂亮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書中有這麼多的A到1組的人出的動作 它的用力的觸發點到底在哪裡 請大家呢 要用全身的力量一起來做運動 因為我們已經強調很多次囉 單一的運動或單一的結石 事實上它都有相對性的傷害性 所以請你一定要小心 就像呢 我們在做每一個動作的時候 你都要感覺用全身的力氣來推那個部位的運動 這樣你才能夠一擠全身都有燃燒消耗的功能 同時又雕塑到你想要雕塑的部位 所以呢 那有的同學就會問囉 有的動作要停4秒 有的動作 欸 我咬舌了 對不起 有的動作要停4秒 有的動作要停8秒 到底是4秒正確還是8秒正確 問得非常好 表示你有認真在看書 我非常喜歡你 因為每個人的狀況不同 再次強調體質也不同 運動習慣更不一樣 所以請你照自己的身體 可以負荷的程度來做動作 當一開始的時候 我會建議同學大概從8秒開始 然後你的身體 譬如說我們經過了兩三個禮拜 每一天都是15到20分鐘 或是半小時的練習之後 當你的動作熟練了之後 你再把速度加快 因為這樣你的身體 才會更正確的使用到 該動到的部位 所以囉 再次強調 不用貪心 不可以貪心 因為如果呢 你想要一輩子更漂亮 它絕對不可能是一蹴可擊的 所以請你跟我一起 從現在開始慢慢的 小心的 健康的 正確的 最重要的是 開心的 變漂亮 沒有什麼 我可以用這個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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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